大家好 歡迎收看《要財財經台》 來到我們全日總結的環節 先來和大家看看亞太區收視影片 東京日經平均指數下跌79點 收位8870點 韓國首爾Kosby指數上升7點 收位1996點 台北家權平均指數上升31點 收位7715點 另外看內地股市的收市情況 上升綜合指數上升29點 收位2086點 湖深山脈指數上升41點 收位2293點 深淨城市上升超過2% 升192點 收位8679點 回到直播環節 請我身邊的嘉賓 他就是我們的事務總監郭Sir 你好 先看看今天廣估第三季最後一個假日的情況 恆生指數今日輕微低開4點 開始後反覆做好 曾經見過升127點 高位在208889點 而今日低位見過20725點 今天廣估反覆最終都是靠穩的 升78點 報20840點 成交金額方面過了500億 有506億 而國企指數今日上升62點 收位9831點 其指方面升18點 低水13點 成交量暫時有61,000多張 請到身邊的嘉賓 郭Sir 先討論討論今天情況 剛剛提及的 就是第三季最後一個交易日 如何總結港股 其實第三季比我想像中更加硬正 首先大家留意一下 9月份的低位是6日的19,076點 但在這一天開始的上升 高位到9月19日計算是20895點 即是市是升了1819點 但更重要的是 由9月7日到9月14日 在這七天之內 市遺留了三個上升列口 第一個上升列口268點 第二個有89點 第三個有329點 這樣的情況是比較罕見的 為甚麼呢 到市去到20895點 走到接著回頭的時間 其實大家看圖已經知道了 幾層去到這個列口 20475點的頂部 市便不肯下跌 我有時真的不明白 你的市既然反覆要回落 順勢保保列口 有甚麼不行呢 但他不肯保 他就是不肯保 一直懸空在這裏 這兩個列口我都不說了 但這329點列口 或多或少都成為隱憂 一早解決了便好 他又不肯保下去 那都無奈了 到今天為止 又再上20890點 即是咬著高台 好了 單單講這個形態呢 第一就是說 A股的勢頭已經轉穩了 如果A股能夠有少少的突破 不排除在中秋節假後 開出來的市已經爛了上去 好了 問題就是 今天是星期五 六、日、一、二 有沒有政策出台呢 這個大家要看看 其實也不到我們去猜 如果中央政府在這段時期 有政策出台的話 星期三回來 可能整個市 甚至有新的列口出來都不頂 因為現在大家都在等 好 如果真的完全沒有 那又怎樣 10月初 比較一些負面的看法 事要先回一回 也不是一件壞事 我說過很多次 九月份有三個上升列口 放在這裏 如果要完全解決這三個列口 這個可能性很低 但是最後那個 由20146到20475點 這329點列口 輕輕解決了一部分 或者解決了去 有甚麼壞事 完全沒有壞處 因為 七月份的低位18710 去到九月份的低位19076 如果十月份的低位 只要在2萬或者在左近的水平 其實相對來說 都是階級上的形態 但是你始終一直懸空這些列口 你不保不保不保 你就是整個大市的隱憂 今天不保明天不保 你終於要保 那一刻保下去 可能殺傷來會比較大些 不過我也是理解的 因為現在 原來去到21,000和21,100點 有很多熊仔在這裏 接近二千張旗子的熊政放在這裏 既然上面有target 老老實實當然是咬住你不放 所以不排除抽一抽穿上去 如果是這樣的話 十月初旬的市 第一就要看政策 如果政策真的出台是好的話 市仍然在向上找高位 我用一個比較正面和樂觀的看法 指數如果能夠成功突破 或者全全回補 5月7日未來的下降裂口 因為還有一個裂口是21,061 去到20,895點 166點 如果補上這個裂口的話 向上望是5月2日的高位 21,385 再向上望是今年全年的高位 2月20日 21,760點 如果成功突破21,760點 整個第四季 我就神勇一點 我就看高一點 因為今年是先低後高 全年的波幅 我不要求多了 5000點 你的指數已經上到23,056 因為低位是6月4日的18,056 其實這幾個月 我在分行講座 已經提出一個很重要的論點 今年到現在為止 是先高後低的 但是現在這一分鐘 市場流動性的貨幣 是多過年初很多的 包括歐債危機舒緩了 美國無限版的QE3 現在剩下來就是中央政府 如果中央政府都是採取 同一樣的貨幣政策 不用說寬得很厲害 鬆一點 A股已經有條件回到2500、2600 港股要突破21,760點 又有多難的一件事 還有 2012年剩下12個星期 時間不多 如果有基金經理 拿著現金比例 都相對比較高的話 他這一波就急了 因為他當然是看市場跌回去 給他買 不過問題是市場跌下去 不只是他一個買 每隻手都出來接 他又買得多少 唯有怎樣 唯有入市數 所以第四季我覺得這個市場 有機會在一些基金買盤主導之下 是進一步推上去的 唯一美中不足的地方 就不要留下太多的上升裂口 補一補施再上就比較好些了 好,謝謝郭Sir先 跟進回一眾南銹股收集片 見到匯用方面 收費72.95元沒有升跌 中移動下跌2.5元 中國銀行升2仙 公行升6仙 建行升3仙 港交所升超過2% 收費117.2元 新銀行地產升5毫子 而長江石入下跌7毫 中銀香港上升1毫 收費24.65元 國首收費22.45元 升跌 中海遊方面升2仙 中石發上升2仙 中國旅業升5仙 而中國海外升超過1% 騰訊方面 今天就創新高 升2元 見過收費264.2元 阿郭Sir,不如談談藍酒股的表現 今天有6隻藍酒創新高 分別是電能事業 今天高位見過65.95元 之後有九倉 高位見過53.9元 之後騰訊也見過新高 高位創265元 恆新銀行也創新高 見過119.1元 中華煤氣也見過19.68元 最後見到新世界發展 見過12.2元 那麼多隻藍酒創新高 對後市有啟示嗎? 即是說機構永遠投資者的爭辭 暫時來說都沒有停過 可以解釋到 為什麼整個市場 一直咬著高台不肯下 到最後 只是一直靠傳統藍酒升 是不行的 市場升得很漂亮 但是成交多少呢? 500多億 氣氛不夠遲熱 是欠什麼呢? 欠中之類的行指成分股 包括中移動、中人壽 中行、公行、建行 八八三、中海洋、石油和八五七 這七隻行指成分股 佔的比重超過40% 或者接近40% 如果他們都同步而行 尤其是中行、公行、建行這三隻 如果同步行的話 市場氣氛將會很刺激 追不到傳統藍酒 其實中資類的內銀股現在還是便宜 如果沒得追 追公行、中行、建行 現在防守性都很強 市盈率又低、息率又高 我自己覺得是適宜中線的吸納 不過對很多短炒人士來說 就未必適合了 好,謝謝郭Sir 多謝跟我們詳細分析 我們這一節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郭Sir做分申報 剛剛談的股份有沒有持有 我還是持有內銀股的 謝謝郭Sir 我們四點半的時候 就會有我們的一週大試環節 家寧觀眾不要走開 記住看我們的節目 好了